述发布公然推荐大陆游戏 是不是公然卖台啊 民进党痛批 玩对岸游戏要滚出台湾 因为民进党最擅长 玩对岸小三滚进床单 绿营说白了就是见不得大陆好 中国崛起焦虑症 你看到大陆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它就难过啊 愤怒啊 崩溃啊 由于活在绿营自己的幻想世界 台湾Lumper One过度的自大 结果幻境破灭后 发现别人都比自己好 就自卑了 不承认自卑 只能诋毁别人 来让自己心理认同一致 人格来讲都是心理有病 该治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根来报 我是台北市议员侯汉婷 这个 哎呀 长了一颗大痘痘 青春痘 所以可见呢 我还是非常青春年少的 对吧 谁敢说我老 我还是非常青春年少 那么眼前的这一杯是什么呢 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就知道 我们在会员频道里面呢 有告诉大家 到底汉廷前面喝的这一杯是什么东西 那么其实呢 今天这一集啊 是录播 那么观看直播的朋友呢 也不要觉得录播不要看 录播才要看 录播才要看 因为录播啊 经过更完整的剪辑 绝对送给大家的 是更精彩以及更精致的内容 看题目就知道了 我们呢 还是要从黑神话悟空开始聊起 但是呢 这个游戏它怎么好 就是呢 它的什么视觉效果很好啦 它画面很逼真啦 然后我们有中华文化的一些景仰啦 甚至呢 它的剧情里面 也是如何引人入胜 这个东西呢 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部分 我在中天讲过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聊聊别的 甚至是一些后续的 包含说 那台湾的一些政治影响 甚至呢 是我们怎么做不出来啦 还有后续 就是我对于 民进党这种 切割中华文化 到底剩下所谓的台湾文化 或所谓的台湾元素 这件事情啊 我标题下得很客气 叫做虚弱的台湾文化 就民进党口中的台湾文化 叫狗屁 民进党口中的台湾文化 叫狗屁 那么当然了 这个等一下 就会详细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呢 还是从黑神话悟空 开始聊起 首部国产3A游戏大作 黑神话悟空 横空出世 火爆全球 不聊聊就太不礼貌了 以下呢 我也向玩家们学习 亲切的把这个游戏 简称为黑悟空 面对中国大陆的成功 台湾绿营肯定是看不下去 一个字酸 两个字很酸 三个字酸到谷底 这是四个字 总而言之啊 是想尽办法在优点里面找缺点 这里的绿营当然不会是指 什么赖清德啦 王定宇啦 民意代表这种咖 因为他们知道 越骂也只是给游戏 博流量 但是呢 像绿色媒体 网红 或者是民进党支持者 那就是一拖拉库拉 简直就像是打开井盖 看青蛙 看井蛙 整天听着他们呱呱呱 尤其呢 这个我在中天的节目也秀给大家看 西游记里面正好有个妖怪 叫什么 叫小呱呱 就是把民进党这群人都写进去了 正好今天呢 也稍微回应一下 这些自卑心态作祟的可怜小青蛙 比如绿营质疑 为什么要大篇幅讨论 报道这个啊 别的游戏都不讨论吗 这个就是花宣传费嘛 还一群人舔共啊 全世界啊 讨论的人多了 难道他们都收了黑悟空的钱吗 难道日本的游戏玩家 小岛秀夫也收了黑悟空的钱吗 为什么要报道 因为他爆火 成绩好了 因为只有台湾会把游戏 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待 用政治视角批判 当然我们政论节目就该分析了 那黑悟空到底是多好的成绩呢 光讲绝对数字你可能没概念 跟世界上知名游戏比较一下 比如暗黑破坏神4爆血 是系列IP啊 前五天卖了950万份 另外爱尔登法环 大陆呢叫他老头环了 这个游戏首周销售1000万份 但是黑悟空四天就突破1000万份 现在已经达到1500多万份了 同时在线的游玩人数 轻松突破了爱尔登法环 赛博朋克2077 幻寿帕鲁等全球热门游戏的记录 高达330万成为了单机游戏第一名 目前呢也是Twitch观看直播第一名 Steam榜上排名第一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 巴西泰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 都是热销榜第一 近40万条的评价 纵使我们去除掉 讲中文的 我们把所有中国大陆人的评价都拿掉 剩下的评价仍然是好评如潮 国际知名媒体纷纷报道 北美Reddit论坛疯狂讨论 亚马逊上网站卖西游记的销量 都翻倍增长 连国际投行高盛都来凑热闹了 预测黑悟空最高能销到2000万份 路透社都忍不住到大陆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 那请问难道路透社和高盛都是收了黑悟空的钱吗 来搞大内宣吗 黑悟空当然不是个普通的游戏 而是个现象级游戏 这里不是说黑悟空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 而是至少能和世界一流游戏并驾齐驱 当然是了不起的成绩 黑悟空正如古典名著一般 不同人读有不同体会 从游戏工业、商业发展、旅游、建筑、音乐、历史、绘画、国学、宗教 都可以从中找到启发进而分析 我呢就分析一下政治面 尤其台湾绿营的玻璃心 在台湾可以说任何国家地方的好 但只要说大陆好 就会被骂滚去大陆 不要用健保 吃个魔浴爽 跳个科目山 玩个黑悟空 都会被骂成中共同路人 但是骂的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一些事 像是台湾玩得很爽的 原神是大陆的 数位发展部推了个友善游戏专区 12个获奖的游戏中就有8个是中国大陆制造的 那台湾做的是啥呢 博异游戏 数发部公然推荐大陆游戏 是不是公然卖台啊 民进党痛批 玩对岸游戏要滚出台湾 因为民进党最擅长 玩对岸小三滚进床单 绿营说白了 就是见不得大陆好 中国崛起焦虑症 一看到大陆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他就难过愤怒崩溃 由于活在绿营自己的幻想世界 台湾Lumper One 过度的自大 结果幻境破灭后 发现别人都比自己好 就自卑了 不承认自卑 只能诋毁别人 来让自己心里认同一致 严格来讲 都是心里有病 该治 该治 我挑一些经典的绿营网红言论 大家笑一下 青蛙一号 他说 这个游戏好不好 见仁见智 但大陆也只能剩下这个了 呱呱呱 那台湾连别人剩的这个都没有 青蛙二号说 台湾也能做 只是没必要 我知道 你也可以考台大考清华 只是没必要 青蛙三号说 根本是愤座 缺乏文化抵运 施奈安都要吐血 当民进党的支持者 是不是读书是犯法 没文化的人指责别人没文化 还能当网红 真可怕啊 说绿营支持者是青蛙 都是侮辱青蛙 青蛙还纯真可爱 绿营支持者就是现代义和团 闭着眼睛说 羊枪羊炮有什么了不起 我有神功附体 现在就是闭着眼睛说 大陆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有民主选举 都一样 那黑悟空的了不起呢 我们在这里就再次强调 我们就不用去评论了 就是他的视觉效果啦 设计细节啦 他的逼真啊 他的操作啦 然后或者呢 他大量的还原中国的山水谷四风光道观 这些呢都让大家有共同美的感受 不过我要强调呢 像先前三立媒体不就讲说 哎这个西方文化难以理解 我认为啊完全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因为美是共同的体验 就好像我去欧洲看到很多的大教堂 就我虽然不能够了解 背后的这个文化脉络 但我一样能够获得美的感受啊 那么同样的老外看到在游戏当中 他还原中国山水风貌啦 古建筑啦 一砖一瓦都透露着浓厚的文化底蕴 这一些海量的历史古萨 文物古迹都被还原 哇任何的一种会让大家觉得 中华文化叹为观止 就好像是能够穿越时空一样 对吧 比如什么重庆的大足师科 千佛千面 降薪独运 杭州的林影寺 终身悠扬 香火鼎盛 我也去过 关帝庙音气勃发 终意千秋 灌雀楼登高跳远 豪情万丈 云钢石窟 佛像千万 宏伟树木 山西的玉皇庙 二十八新秀雕塑 展示着中国极高的艺术水平 我去欧洲的时候就看到欧洲大部分都是这种雕塑 铜像 雕像 就想说 中国大陆怎么好像很少 我也是因为看到悟空 我才知道 好多的这些寺庙里面的这些巧夺天工 非常了不起 所以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古寺 道观 石刻山水 一样也能有丰盛的视觉饗宴 所以玩家在游戏当中不仅是进行一场冒险 更是在探索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不过这当然还是强调说这个骨子里 你要文化认同跟情感共鸣 因为对于中国文化圈的我们来说 西游记这套IP 我们太熟了 我去打国外的游戏 我去杀上师 我去打飞龙 变什么机器人 或者去背一长串的国名跟名字 那不然就是讲的全部都是外国话 这种游戏或者是影剧 对我是没有情感共鸣的 但是悟空有 谁没看过各种版本的孙悟空 借用星海情报局里 一位老玩家说的话 我曾经在耶路撒冷古城当过刺客 我曾经在斯凯利格群岛的滨海中 和狂烈战士搏斗 我曾经加入西部匪邦 并和神枪手们呼啸山林 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家乡 做一回齐天大圣了 那接着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 为啥台湾做不出好游戏 其实二三十年前台湾游戏产业是很发达 比如知名的轩元舰 仙剑旗下转 金庸群下转 早期都是大陆人来玩台湾的游戏 现在正好相反 为什么 不挣钱 市场小 官方不支持 3A游戏许多成本都是一亿美金起跳 黑悟空大约四亿人民币 你想想 在台湾 谁有这些钱 要投资游戏 又不靠谱保证赚钱 还不如把钱拿去炒房地产炒股票 那做游戏的呢 就只想搞代理 要大家赶快课金 然后来赚钱 对吧 换个皮肤 那谁想要认真投资长时间的研发 那你说官方补助呢 这个官方有200亿 可以拿去做点面线平台 也不愿意投资3A游戏啊 那你说未来 未来呢 假设成立个游戏部 找落选的明代当部长 办公室先花好几亿装潢 重要部位塞满自己人 每天到海外去考察 最后呢 做了个鸟 世界上卖不出去 再怪大陆打压都卖不出去 我这根本是神预言嘛 对不对 未来假设真的成立游戏部 就把我们前面这段影片放出来 看看会不会发生呢 那目前呢 在台湾要么像是影剧圈啊 娱乐圈啊 动漫啊 游戏 其实都一样 就是你只要呢 是搞中国风的 有中华文化基底作为原子的 民进党大部分都是打压 都是不给补助 为什么 就只有那种反抗国民党的啦 讲228的啦 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 民进党才会比较喜欢嘛 所以这些人呢 他就慢慢的想着 他不去讨好市场 因为最大的市场在哪里呢 中国大陆嘛 他不去想着讨好市场 就只想着来争取到 民进党的文化部的文化局的 相关的补助 那题材限定成这个样子 像我说的 反校 对吧 就是反国民党的啦 然后呢 强调台湾本土的啦 这么奇葩的题材 你说在台湾 到底怎么会卖得出去呢 对吧 那前一阵子啊 就是台湾也是有一些 这个武侠的游戏 也在Steam上面 做得好的 那也都是仙侠系列 武侠系列 还是得取经 还是得源自于中国大陆 庞大的历史文化 以及情怀嘛 好 所以最近呢 就在谈说 你看 如果我们 抛开了中华文化 到底所谓的台湾文化 还剩下什么 甚至呢 因为韩国瑜说 我们国庆要增加 中华民国的元素 民进党就在呛 哎 这个那 不能放弃台湾元素啊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 好好地来聊一聊啊 到底台湾 所谓的多元文化 多元在哪里 到底所谓台湾文化 是什么东西 台湾的文化 客观来讲 就是以中华文化 作为基础 就大多数 就是中华文化 绿营听了 肯定不开心 对吧 绿营听到 肯定不开心 哎呀 这个台湾怎么是中华文化 台湾是多元文化 我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你以为 喝杯星巴克 然后吃个日本寿司 这就叫多元文化了 那中国大陆 不也是有喝星巴克 不也是有吃日本寿司吗 那难道中国大陆 要否认它是中华文化 作为基底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很简单嘛 这文化 按照定义 就是我们人生活的 这个方方面面 一切 请问 就是我们的 食衣住行 育乐 那当然都是 受到中华文化 作为最大的影响 你看比如说过节 这我们到底是过中秋 跟过端午的人多呢 还是过三月三日 女儿节的人多呢 这个应该 不用想吧 对吧 那说你看我们台湾曾经有 这个荷兰文化 都把什么西班牙的 这个文化 留存到现在到底有多少 台湾现在有什么生活 是跟荷兰文化有关 跟西班牙文化有关 有吗 没有啊 我们台湾啊 比如说我们有 原住民文化 对不对 我们有原住民族文化 但是通常呢 你看我们的食衣住行育乐 有很充斥的 原住民族的色彩吗 好像也没有吧 对吧 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教 圣经的故事比较多 还是我们都是教 中国历史故事比较多 这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 就我们最常去看到的 这些庙宇道观 他们旁边的雕梁画栋 或者这些庙宇旁边的 这些古建筑 他们都会刻一些故事 这个故事到底是刻 圣经的故事比较多 还是刻我们中国历史故事 比较多 答案非常清楚 所以讲说 你看我们这个台湾 多元文化 到底多元在哪里啊 就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平常都喝个星巴克 吃个麦当劳啊 那个就叫多元 那个顶多叫做现代化 对吧 那就是全球化 到处都有 但是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还是以中华文化作为基体 绿营不高兴了 对吧 要来数 好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一下 你想得到的台湾文化的代表 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到底什么是台湾文化的代表 比如说这个小吃 小吃 小吃呢 比如说蚝啊筋 蚝啊筋呢 这个中国大陆 广东福建过来的 那个臭豆腐 臭豆腐呢 传说是清朝时期的 那个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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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面线啊 据说呢是在乾隆 这个游江南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老太太请她吃的 都是中国大陆啊 还有什么 米粉 对不对 炒米粉 米粉啊 五胡乱华时期就有了 那吃的东西都是中国大陆的啊 那说一定有台湾独创 像什么呢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确实是台湾独创 那你如果想一想 台湾的文化代表 就叫做珍珠奶茶 不觉得有点可悲吗 对不对 那说艺术 好 我们来讲艺术 布袋戏 对吧 布袋戏 中国大陆来的 呱戏 对吧 呱戏 呱戏呢 虽然呢 它确实是源自于宜兰本土 可是呢 它里面所讲的故事 梁山伯与朱英台 心臣三五娘 然后呢 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中国大陆的故事 对吧 都是中国大陆故事 我们呱戏最了不起的前辈 杨丽花 前两年复出的时候 他才说 我们演歌仔戏 就是要强调中国人的忠孝解义嘛 对吧 那如果国家戏里面 你全部都把跟中国大陆有关的 全部都拿掉 对吧 大陆的历史通通都不要 那到底能够演什么东西 啊 演这个赖清德从小在赖皮疗里面用功苦读吗 啊 没有东西可以演 对吧 对吧 再想一想 所以你看 这台湾到底 夜市 夜市宋朝就有了 对不对 三太子 包逼 这当然都是中国神 对吧 放天灯 大陆的 所以所谓的台湾 代表台湾的足够的文化 你想一想 如果抛开了中国大陆之后 真的没有剩下什么 我帮大家认真思考过了 剩下来的大概就两个 第一个就叫做珍珠奶茶 对吧 确实是台湾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好 就是变装皇后 你看像我们文化巴黎奥运 对不对 我们的变装皇后就上去啊 那再来呢 你看最能代表台湾文化的是啥 我们请看 就是有登上我们大剧院的 音乐厅的 就是叫什么 那个团委忘记了 就叫做圈你祖妈圈圈圈 看了不起 台湾文化 再不然呢 在艺术上是什么 就是大港你赢了 再不然是什么呢 哇 这是屁股夹筷子 这就是台湾文化 这不是台湾文化吗 这不是民进党最爱的台湾文化吗 所以比较一下 如果有问我说中华文化什么 哇跟你讲博大精神 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名著啊 哇信守年来啊 台湾文化是什么 变装皇后 珍珠奶茶 大港你赢了 想难听 所谓的去中国化之后的台湾文化 那就是低级当有趣嘛 就是低级当有趣 下流当幽默 把这些要嘛就是屎尿屁 不然就是新山色 台湾的代表文化 如果都是这种屎尿屁新山色 那我真的觉得这种台湾文化 就是狗屁啊 对吧 要端得上台面的 你看这个端得上台面的 所谓台湾文化 我们前面说啦 庙宇啊 夜市啊 放天灯啊 对不对 平溪还有这个风炮啊 全部都是跟中国大陆有关 然后再来呢 我们这个拜官公妈祖啊 那还是中国大陆有关 这个三太子啊 这还是中国大陆的 对吧 臭豆腐啦 面粉啦 蚝啊煎啊 这都是中国大陆的 台湾到底有什么 所以没有太好的东西 就自己应生出来的是啥呢 就是多元性别认同嘛 就是同婚合法化 所以有变装皇后 这些事情 当然啦 就对于我本人对变装皇后 没有什么好或者是不好 只不过呢 就如果我们讲说 台湾拿得出手 在国际上的所谓的 代表的台湾文化 如果就叫做变装皇后 然后跟大港女赢了 跟珍珠奶茶 那你不觉得 是一种悲凉吗 这就叫做黄金不够 拿屎来臭 因为你切割中华文化 你不想要有这些好的东西 就这些精华都不要 这些了不起的东西都不要 那你没有东西 台湾文化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啊 怎么办呢 那你就只好拿这些糟粕来臭 对吧 所以这才是今天啊 所谓的台独或台湾文化背后虚弱的部分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说大陆可以制造这些仙侠的啦 古装的啦 然后这些武侠的东西 那台湾呢 你就切割掉这一切之后就没有啊 你就只能搞返校啊 就骂国民党啊 什么二八的基隆啊 对吧 那这种东西在全世界 怎么会卖得出去呢 讲中文的地方你就卖不出去了 更何况是给全世界呢 因为大家对于美是同样的嘛 你今天你问美国人 你问欧洲人 大港你赢了 圈你一祖妈圈圈圈 你把它翻译成英文 对吧 你把它翻译成德语 你把它翻译成法语 你说这就是登上我们国家大剧院 登上我们国家音乐厅 了不起的艺术文化 老外觉得你有病 对吧 老外觉得你有病 所以这就是今天实在是看不下去 特别开出了这一集 就台湾呢 并不是说所谓的在游戏上面的 这个技术啦 或者是人才 当然这也是问题 因为呢 他们就都流失了嘛 但今天问题啊 是文化上的匮乏 那你切割掉了中华文化之后 在台湾呢 就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 那没有东西呢 可是民进党又硬要去推崇啊 就搞什么南岛文化啦 荷兰文化啦 西班牙文化啦 装得台湾好像一副很多元文化 但实际上那些根本就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在台湾你能看到什么荷兰文化的东西 什么西班牙文化的元素 都没有嘛 台湾跟你讲南岛文化 你会有光荣感跟自豪感吗 没有啊 南岛文化也没什么 值得我光荣跟自豪的 就没有什么端得上台面呢 因为都没有 所以呢就只能够端这些屎尿屁 心山色 对吧 圈你一组吗 不然呢就是屁股夹 夹筷子 再不然呢就是到处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我们的 就到处把日本的东西拿过来用 比如说呢这个什么西门丁的装饰 动不动啊就搞个这个日本的 这个鸟居啊 然后呢动不动就要搞这些日本的一些建筑啊 好奇怪那日本观光客来了 那干嘛要看日本的东西 老外来这边干嘛要看日本的东西 所以文化上面的匮乏 以及打着多元为旗号 实际上是驱逐中华文化 这才是台湾当前啊这种所谓文化匮乏弱智 产生的极大的悲剧 才会跑出像民进党或青鸟 这一种讲说哎呀这个施奈安是写西游记的 才会闹出这一种笑话 但面对这些问题呢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你说很难以扭转 对不对 怎么办呢 没关系咯 对不对 因为呢我是有文化的 他们是没文化的 他们整天谈屎尿屁 我们就整天聊聊唐诗诵词 反正自得其乐嘛 所以呢 不要去跟青蛙争 不要对吧 艳雀艳之洪湖之至 我自在的看我的广阔 无边无际的天空 他们呢就在井底里面 天天开心的呱呱呱 我们呢彼此也互不干涉 其实也挺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 看不见 好 我 这位 是 你 讲 不听 讲